前進製程成為半導體巨頭進竹焦點 台積電2奈米預定2025年量產 傳出首批產能已經獲得蘋果 英特爾等客戶的爭取 不過最大對手的南韓三星 也計畫在2025年投入2奈米的量產 試圖拉近與台積電的差距 我們請教智樸產業趨勢研究所的執行副總林偉智 2奈米是否有望成為三星最後逆轉的機會 請教您的看法 好的 首先謝謝主持人 那關於這個議題 我個人的觀察是三星要在2奈米超過威脅到台積 甚至超過到台積 其實我覺得相對的困難 那首先從歷史的角度來看 過去其實從平面電晶體變成立體的電晶體 Planet變成FinFed的時候 三星其實也有宣布率先的導入 然後也有跟客戶共同開發 然後在FinFed的時候 每一個世代其實一直以來 三星也有說跟客戶共同開發 但實際上的結果面來看 其實沒有那麼的理想 那在策略面方面來看 三星其實一直都有宣布有降價競爭 待敗的情況的策略 但是這個對市場上客戶的先期合作可能有機會 但是實際上晶圓最重要的還是PPA Performance Active Power還有Area 那在Performance的部分 我們對台積電非常有信心 而且再加上台積電的Learning Curve非常的短 還有它Ring Up能力非常的好 所以三星要在這結構轉換上面威脅的這個世代 就是GA的這個世代威脅到台積電 我個人認為其實是非常的困難 那至於未來是不是最後的一次有機會威脅到台積電 比進度超前許多 那它的Device的Performance也比進度超前許多 因此今年年底2024年底應該會有4顆的NTO 2025年量產是沒有問題的